深水布一鸣年迈伯伯到药房购物 踏入门口突 倒养后摔 后脑注地 老板报警等待救护员时 妙一包纸巾暂时失救 被网民大赞是明智之举 是 在上月10月16日约下午5时半 伯伯撑着拐杖走入药 跨上门前时及时 突失去平衡向后翻倒 后脑柱撞到路上取盖 现场监控拍下事发经过 及老板和妙用纸巾救急的过程 详见下列突击 伯伯齐被送往医院 该药房老板交代后续 毕阿伯下亲 采去医院检查后无事 伯伯在跌倒当日 留院医 一日已返左屋齐 网民大赞老板在等待救援人时 不移动伯伯 在家妙用店内纸巾救急 是明智举 做得太对 处理方法专业 防止二次伤害 对于伯最后无事 不少网民大呼豪彩 都卯视 后脑 地 珍惜好恐怖 阿伯都好大命 老人最怕摔 还好 是 提供以下五点处理方法 一 先行将患者移到空气通处 让患者能呼吸到充足的新鲜空气 二 让患者躺或侧卧 并且将足部抬高 增加患者心脏和脑的血液供应 三 松开患者身上的紧身衣服 特别是绕颈部 胸部和腰部的衣物 四 以毛痰或被单盖好 这身躯 避免患者过冷或过热 五 观察患者的生命 像 如有需要 立即送医急救 星岛头条App 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